舞台梟 incar 逐漫都在裡面 玉琱庚杏 台灣克風 好 網路電視的觀眾朋友 ああ 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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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ght 我現在有 ra 年輕的大士 獅子莎 亞伊莎 董主席 我們剛才說那個委託 我們剛才就在說你的黨的思想基礎 所以說這個思想 思想就是你這個黨的這一個 立定根基的一個 你一個黨要是沒有思想的黨 沒有思想 沒有理想的黨 這個黨持續的也是淨發水月 彈花一現 那我們現在再繼續講剛才那個話題 大家好 剛剛電腦突然有點問題很抱歉 那就是說提到這個我們社會秩序黨的一個思想基礎 其實就要從馬克思主義跟左派這個部分開始講起 那在政治的光譜上面 我們是屬於一個比較偏左邊的政黨 就是其實我們還不算政黨是一個政團 那就是說馬克思主義其實是一個非常理想的 接近一個理想社會 一個烏托邦式的一個理想社會的主義 那他所容納的東西其實非常的廣 也可以就是從我們生活當中就可以開始落實馬克思主義 像好比就是省電 從一些就是省就是一些不要做一些不環保的事情 然後就是節能減碳 這個也是一個所謂的生態學的馬克思主義 那也可以說救濟窮人 然後多幫忙身邊的弱勢團體 這也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精神的一個實施 就是一個弱勢 那就是說馬克思主義這個部分 它是在19世紀的中葉開始算是一個萌芽 那那時候剛開始就是因為法國大革命 那時候就是還有一些其他社會的動亂 一些歐洲國家開始受到啟蒙 是說因為工業革命後 就是造成了一個勞資之間的對立糾紛不斷的上演 那歐洲整個社會現況陷入一個混亂 那他們會想開始思考說 我們工人我們人民跟我們比較中下階層的人 是不是應該可以透過一個屬於我們自己的一個體制 去落實一個真正的民主 而不是永遠讓這些資本家讓財團 讓那些政府的官員去剝削我們去做一個 就是一個控管我們獨裁的一個動作 那當這個思想開始萌芽的時候 於是就出現了馬克思主義 那這馬克思主義造成了世界軒然大波 也造成了這個20世紀後半夜的一個 整個世界的一個局勢有很大的改變 就是從第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 應該說自稱社會主義的國家蘇聯 對 列寧十月革命成功地締造了一個社會主義的 一個共產主義的國家 那它造就的其實是一個 它雖然說帶來俄國人民一個新的希望 但是它同時也帶來一些社會的混亂 還有那時候的一些飢荒的狀況 那是因為俄國的當時他們的一個社會的經濟體制 跟他們一些就是一些民主的意識還不夠成熟 那在那樣的一個狀況下去落實這個社會主義的暴力的革命 就是透過十月革命去取得政權 重新創造一個屬於人民的政權 就是一定會造成一些傷害跟一些犧牲的 對那現在這個狀況就很像有點類似像我們台灣的 就是之後可能會的發展 因為台灣目前像大家都有目共睹 最近這樣一個動亂的一個社會狀況 跟前幾年比是不是就是差很多 就是說一個太陽化學運開始 就是說我們才真正意識到說 我們的生活台灣原來是這個樣子 就是政府是這麼的骯髒這麼腐敗 越來越多的公民開始有這個意思說 去了解我們台灣 我們生活台灣正發生了一些非常嚴重的問題 對那我相信政府國民黨 這個法西斯的政黨 他不會那麼快做讓步的 對那既然他是這樣的態度 那我相信說人民必須要透過自己的力量 透過自己的一個思想去做一個革命的動作 那這個革命不光是所謂的武力上或者是抗爭方面 也是我們要落實我們思想的一個部分 我們要知道說 我們是可以去打破這個傳統的框架 因為畢竟儒家思想還有這個黨國 國民黨的黨國教育已經給我們了幾十年 這樣的一個熏陶 一個非常諷刺的一個現象 那我們是可以打破這個傳統框架 去達到一個我們真正去落實一個未來 一個新的體制的民族 對你們想像的就是 這個比較那種目標的願景 願景就是說像瑞士啊 這個歐洲的這一些 所謂的就是中間偏左的這一些 幾個國家弄得蠻好的嘛 你看瑞士他們都用公民投票 然後一個人呢 一個月可以領八萬塊 什麼之類的 那個就是資源平均分配 全力呢平均分配 你看人家那個像荷蘭啊 什麼呢那幾個幾個國家 你等到人民生活安定 大家沒有說弱弱強死那麼嚴重的時候 就不會那麼對立 啊然後呢 那社會就會很平衡 就不需要什麼 一天到晚就是你爭我奪啊 鬥爭啊 宮廷鬥爭 一天到晚他們的政府沒有看到說 在鬧那種像我們台灣 這麼一個彼此大的一個小屁屁的地方 竟然總統跟立法院長在鬥爭什麼 都這樣子弄到這樣子天翻地覆的這樣子 沒有這種事情嘛 所以說我們要想到說 這個你要成立一個黨 你當然有一天你會有那種 那種企圖心 旺盛的企圖心 我要帶領台灣人民 那你要帶領台灣人民 要走向就是類似這樣子的 那近期要怎麼去配合怎麼去做 對那主持人提到我們近期的一個 就是工作部分 那就是說我們近期組織的一個計劃 就是先當然是以擴大組織規模為主 那還有就是向大家宣傳我們的思想 我們的理想 然後讓更多人了解我們 那希望也是更多的心血可以加入 對那甚至是在目前在看節目的這些觀眾 如果你有意願加入我們政黨的話 也可以聯絡我們 對 FB搜尋 Facebook搜尋這個名字 要搜尋什麼 社會秩序 謝謝各位 社會秩序 社會秩序 在臉書上搜尋 那你說不分年齡 那個歐式中心會 所謂歐式就是歐吉桑歐巴桑 歐式中心會不會電腦的 然後就沒有辦法看到你們 那就可能必須要 那近期只能去那個 立法院周邊看到有一個帥帥的很高的 像漫畫裡面男主角那種 那種型的 戴了一個很可愛的帽子的那個 那個男生在正門偏左那個地方 在那邊 那這兩天就是在凱道嘛 凱道你有一個位置嗎 凱道那邊我們是有一個 就是可能兩三個值班人過去而已 但是那邊比較沒有那麼 那請問你們的加入黨的那個 那個報名表有沒有弄 有有有有 那當然是有的 我們會有個名冊 那就是如果你確定要加入我們的話 就是填一些基本資料 那再看過一些文宣跟我們 就是認同我們理念之後 就是進行一個加入的動作 我非常的歡迎 對 我覺得這樣各方好守 各方好守 對對對 越簡單越好 我們希望說目前這個混亂的時局 這個要非常的時局 就要非常的手段 你有非常手段的 你都能夠提供出來到 社會刺激黨這邊 找這個年輕的主席 共同來奮鬥 讓我們台灣明天看 會不會有一個有一個轉圜的一個 要不然我們這些人真的活不下去 像你們這一代是最幸福的一代 那你們只知道說沒有未來 我們以前不只沒有沒有過去 也沒有現在也沒有未來 找不到方向這樣 對啊沒有方向 因為我們沒有國家嘛 最重要是我們沒有國家嘛 我們心都一直以前的教育就是儒家思想 國民黨教育就是我的家在山的那一邊 我們以後要反攻大陸去消滅萬惡共匪啊 那是大陸錦繡河山啊 是我們的啊 那結果呢 山東以後結果呢 一看呢你們這些台八子 這個就別講了啦 這個已經太多人講了啦 那我們再來講一講說 差不多你的黨也介紹到這裡差不多 就是這樣子嘛 目前就是要 然後招這個英雄好漢各路人馬 各路好手 對對對 最重要的一點呢就是要有 會收集這些資料的 是是是 還有要衝要拼的也要 也需要 沒錯沒錯 因為你對那個 你面對著一個國家 國家殘忍的暴力 面對著一群那個土匪 面對著一群黑道 我們台灣是 國民黨跟黑道在治國 國民黨跟黑道的背後呢 又有中國共產黨在給他 後面撐腰 對 所以我們台灣人呢 就是人家那個 那什麼煮上肉啊 就是點 點上面的肉 記者會去摘嘛 親在人去摘 任人宰割 所以你們 你們年輕的這一代看不下去了 終於跳出來了 沒錯 要跳 不要在那裡求求扭扭 是 要跳就是快點跳出來啦 就是 沒死不死啦 沒錯 對 能死也是一個光榮 就是做到底 對對對 要不然就在家裡看電視 不要太優秀了 做 那個啊 要不然就在家裡做啃老竹 看電視吹冷氣 要的話 要走上街頭的話 我就覺得要有一點點收成 像我就是走上街頭 我收成很多的人 我是收成很多的人 收成 所謂的收成很多就是 收貨 收成 我這個是收成 不只是收貨 我的腦袋裡面吸收了多少多少的台灣的一切 不管是上層下 下層下 下層下 我全部都收成在我的腦袋 我覺得那是我的人生 畢生的我的一個資產 我這個叫做收成 我這個叫做收成 所以你要出去要有所得嘛 你所得的看你是看到了這個國民黨的龐龊 過去課本上看不到的 過去你沒有走過街頭 你是站在跟走街頭人對立的罵 你們都在那邊擋馬路 你們在那邊亂 你們在那邊當暴民 你有一天你也跳進去當暴民試看看 這樣子好不好 這樣才能夠跟我們年輕人一起嘛 那我們現在這個我們的黨的論述就是 剛才講的這一些的 看到不行了就跳出來的 那我們現在來講一下說 這兩天啊 快報就是這兩天 昨天啊 昨天 你不要以為說看電視 外國的也不一定說馬上就能夠看到 當然當然當然 對對你想一想 因為我們的這個鳳雲網路 是外國的觀眾比較多 這樣子 好 就是這兩天現場的狀況呢 像昨天就是半夜的時候 欸是昨天還是前天 還是前天吧 昨天啊 半夜的時候嘛 對 那那個就是我們聚集在 我們佔領的中校西路 然後整個中校西路 就全部都擠滿了民眾 那鎮報警察聚集在 西邊接近台北橋那個方向 還有東邊接近監察院那個方向 布滿了鎮報警察 全部都上滿了 就是所謂的圓盾跟那個奇眉棍 然後他們還有帶那個尖尖的 尖尖的 就是有一隻這樣尖尖的 然後中間有個圈圈 就是他們的手可以撐進去 這邊有個這樣拿著可以 可以這樣子攻擊人的 然後還有就是那個烏鬍子啊 那個那個有個有一圈一圈的有沒有 是是 那都是黑道在用的東西 對啊 連這個警察有排的黑道也拿出來用的 你看多丟臉 基本上國民黨就是黑道嘛 對啊 這個就不在 他們是黑道之家嘛 不做壘數 像大家都有目共睹 對對對 對 那昨天就是相當緊張了 一開始看到哇 這黑鴨鴨的一片就是黑烏龜有沒有 那霹靂小組的後面待命這樣 不知道隨時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那時候我們昨天就是我們黨員 其實有一個分散的狀況 因為我們昨天並沒有無線電 那我們就是導致了我們有一群人過去之後 然後分成了三邊 因為我一開始是說 請一邊的人先去前面看那個西邊的狀況 然後去跟我回報這樣子 那後來這些人失聯 那電話也打不通 而且我必須要在這邊提的一個題外話是說 3月30號那天凱到50萬人嘛 上街頭 那天電話打不通就算了啦 因為真的人很多啦 我可以理解 就跟跨年一樣嘛 但是為什麼昨天才四五千人 那頂多五千人好了 那電話為什麼也不通 被他們蓋掉了 這不是一個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因為他們在 這個不奇怪 我跟妳講那個立法院周邊他們 他們那個都有控制 控制儀 我要說的就是這些 對就是一個所謂的資訊感 用那個以前土八雞那個什麼 間隔間隔那一種 沒錯沒錯 那怎麼他蓋不到 我覺得你們要 對了 不好意思 插話一下 是是是 那個 你們現在有沒有半點經費啊 可以去買一些我說的那些 配備啊 應該要用的 目前的經費其實不是很足夠 對啊 必須要坦白這樣講 那我這個部分還會再努力 就是說希望有心 就是好心的人可以幫忙 就是我們會做一個募還動作 那也會清商其實 就是在立法院那個邊我們有個小書攤也可以去逛一下 對 裡面有一些就是關於馬克思主義 還有一些就是我們的思想跟一些就是政治的辯論學方面的一些 比較學術性的一些書籍可以去參考 對啦 那就是說有的人啊 這個 有錢沒有辦法行動的 三百五百也可以樂捐一下嘛 就是肯定年輕人嘛 那有的人現在的人講啊 年紀大了 這個 看一本書都會流眼油啊 看不下去了 那你也可以說不一定買書嘛 就去那邊逛一下捐點錢 讓他們 黃帝不前二兵啊 那你要把那個 那個士兵很飢餓當中 你要把他推出去打仗 怎麼能打得來呢 你要叫這年輕人上街頭 跟那些黑道暴力 跟那些國家暴力來衝的時候 他又 廁所空拳 你叫他怎麼衝呢 總是要給他一點配備嘛 當然 所以我覺得啦 自己的國家自己救啦 因為你現在捐這個錢也只能算是樂捐 也沒有收據 因為你黨還沒有成立嘛 是 也沒有收據的 那只是說你留下一個簽名 這樣子也很好 對不起 那我插話插完 不會不會 好 那你現在再講說那個 昨天晚上的那個 半夜的噴水的 對 那個時候 中間有個地下道 我這樣畫圖給觀眾們看好了 這樣比較清楚 有啦 就是 有的人離開國家太久了 那就是一個中山南北路那邊 中校東西路那邊以前 舊的那個 那個叫做市議會的地方 就是監察院的枕頭院的前面 走下來要上這個 要上這個台北火車站的時候 那邊有稍微有一點點小跡下道 沒錯沒錯 就是這樣子 那 我在此先畫一個簡單的一個圖 這樣子 當場的一個狀況這樣比較好 做一個陳述 那就是 這邊就是火車站 這是一個火車站 昨天的狀況就是整個一個 這樣看得清楚嗎 可以可以這樣 你邊講 好 昨天的狀況就是像現在這樣 就是畫這個圖 中校西路是聚滿群眾的 那 就靠近東 就是比較 靠近監察院那個方向 就是中山南路嘛 那邊就是他整個是 旁邊是布滿 就是 就是所謂的鎮暴警察 跟那個就是 就是那個烏龜 烏龜 那個那個烏龜殼那種的 是 那 在這個西邊 就是比較靠近台北橋那個部分 那那邊是已經有兩台水車 很早就在那邊待命 那他等了就是說 因為那邊的民眾比較少 中心橋頭啦 在中心橋頭 西站那裡啦 就是在比較靠近台北橋那個方向 對 那那個時候 那邊的民眾是比較少的 而且就是他們的團結 就是可能相機力沒有那麼強 那 那個時候 就已經有收到線報是說 那邊已經突破了 那邊已經被突破 那所以 鎮暴水車已經慢慢的開始推進 開始對民眾殺水啊 怎麼樣的 那 這個時候 我們就馬上意識到說 這個 靠近台北橋方向 我們必定要失守 但是我們這個 靠近中山南的這個部分 是絕對必須要守住 因為在場 如果群眾只要少了一個 可能就會有第二個開始走開 第三個就可能開始離開 這是所謂的破創效應 因為人就是看 欸 我旁邊這個走 那我是不是 那也走 就是人少了之後 大家都容易散了 就換散 所以我們那時候非常的集中在一個 就是我們的主要成員 就是集中在比較靠近監察員這個方向 那我們就是一兩個過去西邊看狀況 那時候呢 後來 因為開始發生了一些就是 警方的警民衝突 在各個地方開始上演 地下道那邊也是不例外 那個地下道呢 它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地形 因為它是在中 它是在中效西路的中間 那很多人甚至是就是 比較無知的一些 就是 可能不是無知啊 就是一些比較 但信心沒有那麼堅強的啦 就是 那些比較不了解狀況的民眾 不能夠堅持的人 就跑下去靜坐這樣子 跑下去地下道去坐下 那這是一個蠻危險的行為 就是說 因為地下道這個地方 本身是有 是黑暗的地方 密閉的空間 對對對 主持人說沒錯 一個黑暗的空間 密閉的空間 那它也沒有一個監視的系統 那如果說警察今天 在地下道把你們全部包圍進去 就是一直把你們推進去 後來怕死都不知道 對 這是一個很危險的狀況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是 後來我們又跑到中間去 提醒民眾說 千萬不要去做地下道 趕快撤上來 因為那個地方沒有必要去守住這樣 因為我們只要 管好我們地面上的事情就可以了 那警察就是 不要讓他抓到我們這個小辮子 知道嗎 那時候西邊其實基本上是 一直在節節敗退 因為第一個 我們的人手不夠 那鎮暴水車就這樣一直進來 進來 警察也是這樣一直進來 雖然說 大家也是花了很大的努力去守住那個前線的一個 但是我們還是就是 沒辦法到最後 因為他們是全副武裝 配備精良 你們是守無尊 你們又是學生 那怎麼能夠擋得出他們 對當然 這是一個非常一個沒有 違反比例原則的一個對 一場戰爭 對那這也是一個非常不公平的 他們就是這樣無情的這樣子去 就是這樣子的對抗群眾 那就是警民衝突不斷上演 昨天那天受傷的人也是非常的多 對那甚至很多是不知道的 就是不知道說到底是誰打的 到底是 還有啊被誰打的 然後為什麼會被打 對為什麼連為什麼都不知道 甚至有些警察是 就是可能看你在那裡 他你也沒有對他做什麼任何暴力 甚至是違反公務的這個 妨害公務的行為 他就對你使用暴力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流氓國家的行為 那個像天橋上的那個記者 他為什麼會會搶他的東西 把他丟掉把他抓下來 那個就是說他不要給記者拍 拍了以後 只要有拍了他們那個時候 已經在下面已經可能有人 已經在動手動腳了 然後他就是不要給他拍 拍到的話 就會馬上會會送出外國國際上 會讓國際上人知道 所以呢他一定要對那個記者下手 過去的歷史就是這樣子 對這是一個白色恐怖 再次上演的一個前兆啊 真的就只能說 對最重要最重要就是我們這樣子看說 我們這些納稅 我們納稅 納給這一群砸碎啦 這些砸碎呢 就反過來 來打我們殺我們這樣子 他又要利用我們的錢 來害我們 你看一個核四用掉的四千億 他還不滿足呢 他還要繼續呢 摟飽了以後呢 那個核廢料就在台灣一丟 就你們台灣人死就死你們台八子 因為畢竟他們那個國民黨就是 就有共產黨在造 他們已經他們是 他們是落跑慣習的嘛 你看他36省 一直一省一省一直跑跑跑 然後最後跑到台灣 結果台灣是物產豐富人民善良 他摟到了這個 撈到飽了以後呢 把這個飽呢 撈飽了以後 他馬上他又可以走 然後呢 他還要在這邊 把這些人都毀滅 沒錯 就抓緊我們的 這個我們好欺負嘛 看我們就是很善良 這樣的一個個性 他們反正核廢料 就算怎麼樣 那就算核電廠又爆炸 那這個也不關他們的事 他們可以跑回他們的中國大陸嘛 對 就是一個非常雜碎的心 他們有地方欺 而且他們不一定跑中國大陸 他們還有世界各國 你知道我們有一個 黃毅齊老師在那邊講 他說我們台灣的這一些人 已經有280萬是拿外國護照的 280萬 280萬個人啊 外國護照 你看280萬個人 一有事情 一有事情的時候 他們全家就可以去遺親啊 是是是 一家人只要一個人 有一本護照嘛 不管是中華是哪裡的 你這邊台灣有什麼 有什麼那個時候 他們就可以全家去遺親啊 像馬英九 我去美國演講的時候 然後我有去拜訪一個眾議員 然後我們就同行的 有一個就問他說 我們台灣要是有動亂起來的話 那個你們會不會派軍來保護我們 他說 No 那歐巴馬政府已經不在乎你們台灣了 我們現在呢 是去照顧那個在巷戰的 像中東11個國家啦 但是我們會派一部飛機去 我們會接那個馬英九馬 會把他們接出來說為什麼 說因為他是我們的國民 你看台灣人多能幹啊 689萬的人 竟然可以去選一個美國人來當我們台灣的總統 那你看看這個總統他領導之下的白賊一堆的賊 他能夠愛我們台灣人嗎 所以我真的很感動你們年輕人可以這樣子出來呢 那我們再繼續講說 剛才你們這個這個從地下 地下道裡面就一直往上移嗎 是 那後來的狀況變成說 西邊這邊就是靠近台北橋的方向已經幾乎解解敗退 那只剩下中山男 那中山男是死守到早上他們才被鎮暴警察做一個驅逆的動作 那他們還好的是說鎮暴警察雖然有些許的暴力行為 但是還好沒有演變到像行政院那天一樣 對因為其實我們在晚上的時候就非常擔心說 當天的情況會不會也變成第二個行政院的一個翻版 對因為蠻像的 因為那個時候看他們那種動作跟警察的一個動作是蠻類似的 那後來就是民眾是暴死了這麼一個疲憊的身軀 跟心理的狀態去用 然後又被噴水噴到這樣子 沒錯 去像麻辣彎完完全身濕透透啊這樣 不知道感冒還怎麼樣 那就是暴死了這個身心俱疲的一個狀況 還是堅守到了早上快八點才被完全驅离 那後來是這個方局長啊 對偉大的方局長就是超越憲法嘛 對那 對要比憲法還大的 是是是是超越憲法的 他就這樣子把我們逼退到了就是立法院的門前的正門口的附近 然後也是開著鎮暴水車躲在那個小金魚缸裡面 不敢出來面對 對不敢說對群眾 反正他有他有這個二三十萬的殭屍部隊給他按讚 他就很爽了 對對對 然後他還覺得還有啊 這一些他們這一些這個穿霧灰殼的這一些兵啊 聽說他們都是那個孤兒宴訓練起來的 他們沒有親人的 他們就很很小時候就給他訓練那種殘忍 很像他當殺手那一種那一種人了 那我還有另外還有一個消息還聽說 他們啊就要把這一些部隊 給他前面的時候去給他一直訓練訓練 要出勤的時候 就是要去打那個那個遊行的人的時候呢 之前他頭一天就給他用疲勞的訓練訓練 讓他們的那個忍耐忍耐到臨界點了 好了一送出這些藥他們就爆發了 就就這樣打 就像吃了那個迷幻藥一樣 就是這樣子 這是一個非常卑劣 利用人類心理學去做一個暴力行為的一個 對 所以這個事情 這個事情你可以把它寫一寫一個文章 可以送到國際上去 好 能夠有英文的 法文的 什麼文的 什麼文的 越多越好 就給他寫上去 這個是千真萬確的事情 這個謝謝主持人的提供 對 那我們會再去做一個這個文章的編傳這樣 對好 那我們又再繼續了 不好意思 因為這樣子趕這樣子趕 心裡面聽到好 好 我懂我懂您的分開 我懂我懂 這個真的是非常 不過欸主持人 這個消息是從哪邊來的 這個消息非常的正確 是 想請問一下您 呃 呃 不要在這邊講啊 這邊講了以後就會被被漏 脫漏以後 我什麼消息都聽不見了 是是是 那 就是說 昨天 大家群眾非常的辛苦 那到了今天 就是 到凌晨八點多鐘 對 趕到喔 早上了 你們結果到 趕到凱道去嘛 對對 就不要 就撤回凱道嘛 對那 後來就是 到了今天嘛 今天下午 其實早上的時候 就是公投盟 跟他們那邊就有在 號召說 要再次包圍立法院 堵住所有的出口 不讓立委進來 就跟那天 就是 就是說不讓他們出氣 就是說要 要叫他們留在 回去開會 留在立法院裡面開會 沒錯沒錯 要不然你看我們 我們票投給他 他賺每個月薪水幾十萬給他 然後呢 讓他享盡的榮華富貴 他為什麼不開會呢 是 應該要在裡面開會嘛 嗯 對說的沒錯 這個 我們人民找納稅錢 這樣供養這些的公務員 那讓政府可以繼續得以生存 那 憑什麼他們可以這樣子 忽視我們的權益 對 那要求開會 這很簡單 這不是什麼難事情 這是公民 我是投票人 納稅人 我是公民 我要求你在那邊 不要說要求啦 我要你在那邊開會 你因為破在眉睫 林義雄不能等 對 一分一秒不能等 你就應該趕緊把會開好 沒錯 他們應該正視林義雄先生這樣的精神 去做 這樣一個非常一個簡單的動作 居然都做不到 而只是想提早下班 正常來說啦 我們人民應該是他們的老闆 因為我們花錢請他們 我們納稅嘛 那我們請他們之下 他們這樣就是 要加班不加班的 忽視我們的存在 對忽視我們的存在 對 那是不是工作分內的事情 沒做好就該回去加班 這很天經地義的事情 然後今天早上是 那個蔡定貴教授又去跟他摟了一層嘛 結果蔡定貴教授被 好像被四五個那個報警啊 被抓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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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插傷事情 因為蔡定貴教授也是在這場 年紀低啦 他年紀也有了啦 年紀也不小了啦 第二啦 他的心臟裝了七八支的那個支架嘛 身體也不是太好啦 然後他又長期勞累在那邊盯著 結果呢 他四五個年輕的報警 然後去樓另一個老人家 非常的不可取 這個真的是 對 所以說這一種 這一種 頭腰集團 沒有把它推翻 真的 他還在我們的頭上這樣子 抽起這麼多的碎金 然後把那種 非法的食品給我們吃 還要用這個 這麼多的核能廠 要來毒害我們 所以 你們要加把勁啦 好啊那到最後呢 到最後就是 趕走了以後 今天下午 傍晚是不是 那個臨時南路那邊 全部給我圍起來 我傍晚就過去 結果 車子不能走過去 沒錯沒錯 我們被擋住了 原來主持人 你也是這個交通癱瘓的受害者之一 對啊 反正我們一場遇到啦 我們這些報名 造成了這個社會交通的癱瘓 不過我們之所以做這麼一個 我也是報名之一 我先被報後來才報人 OKOK 報名是要光榮 要感到光榮 那就是說 今天下午呢 原本我們是計劃 就是跟之前一樣 跟那個就是 蔡正元那天堵他車一樣 就是只要讓他不要車不要走 可是問題是 今天下午在那個 鎮江街那邊附近 就是因為我也在現場 我知道 他那邊的警察人數 是越來越多 那的狀況 那甚至又出動了PT小組 今天又看到了黑烏龜 對那 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下 就是警民爆發的嚴重的衝突 今天的衝突甚至 就是可以說比昨天晚上還要嚴重 對 因為今天受傷人是更多的 我有親眼看到 那甚至是有一些就是扭打動作 那甚至還有一些人是被踩到 因為他們跌倒 那就是警察這樣子無情的 就這樣繼續推進推進 對 就是這樣子 那他們那時候呢 呃 洪崇燕同學就是突然說 要 因為他轉 轉述蔡定貴教授的一個命令 他說要就是大家 如果警察再繼續過來了 那我們就撤到忠孝東路 我們就去佔領忠孝東路 等於是一個轉手為攻的一個模式 對 那達到一個就是我們可以 呃 就是可以 平安無事 那又可以就是達到 癱瘓政府的一個 一個方法 那這個戰術其實是還不錯 起訴是不錯 對但是 後來就是變成說 因為呃 第一個這是一個非常臨時起義的一個 戰術 那也沒有經過詳細的規劃 不像前幾天就是佔領忠孝西路那樣子 一個這麼大的規模 那導致說後來就是呃 只有到30分鐘到一個小時之內 差不多就結束了 就大家又撤回了立法院 又撤回了凱道 對那 原因其實是因為就是呃 警方正報警察已經就是 給了最後通牒說要來親人 而且這次不是只有呃 所謂的警民推及 是直接他們帶了那個檢察官 就直接要上考了 聽說是這樣子 對 那這個是一個 我們為了 留了青山在 對 不怕沒財沙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 人數不是很多 我們的人不是很多啦 啊那個那個土匪他們的那個 這個賊比 比民多嘛 對 那所以我們就暫時我們退一下 以退為進 沒錯沒錯 我們再來 這個 所以你們 這個從3月18號一直到現在 我看有那個 電視3D的那個新聞記者啊 有好幾個那個主持人都有在誇讚你們說 現在的年輕人你看連街頭運動都可以這麼 這麼專業 他說奇怪了你們那麼年輕怎麼那麼專業啊 人家都覺得是 所以我們還是說這個瞬息萬變我們也是我們腦子也要跟著轉變嘛 那要養肌蓄銳啦 希望說我們我們這個真的是你再繼續下去喔 不是擺爛而已 再繼續下去真的是沒有沒有後路了沒有後退之路了 對 所以有的人一直講說哎呀害他一天沒有賺到多少錢 我想送他一個字 你一天沒有賺到多少錢你以後命都沒有了 你還在那一天不能賺到多少錢 沒錯 那麼愛錢 你現在一時的不方便你可以換來你的 你的子孫可以在那邊永續生存 都不會這樣子思考 這要慢慢的講啦不能罵他們啦 因為他們是以看錢為人生目標嘛 畢竟很多民眾還是受到就是救黨國 救國民黨思想跟救那個教育制度的一個毒化 那個毒化 行過來的畢竟還是你們少數啦 如果說要以2300萬人來說的話 其實真的是少數沒有錯 對啊極少數啊 因為就算說你們三月十八號那個有 有收的五十萬啊 不管有沒有多少人啊 那也是2300萬也是極少數總的少數啦 因為不是太多啦 其實主持人三月十八號那天只有三百人 衝進立法院的時候只有三百人 對對對 這樣更少 你看就是 對啊 對啊 所以到330才會有人多一點 我總覺得啦 老天有眼 天佑台灣 天佑你們年輕人都出來了 我們這些歐式中慶會的就看了就很感動 你知道我看到你們這樣衝進立法院的時候 我的眼淚都忍不住一直掉一直掉 所以說覺得你們太神勇了 那我們今天就暫時先躺到這裡 你隨時有空的時候 你就可以來給我們這個海內外的相親 報告一下說你們現在又有什麼收穫 是 所謂的收穫就是在腦子裡面累積了多少經驗 是 好那我們就在這裡已經這麼晚了 在這裡跟大家說再見 再見 謝謝各位